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凯教练 今天来跟朋友们聊健身 聊什么呢 我们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凯教练 到底是自由重量好 还是器械好 对不对 一般听到这个问题 我们都听到一个官方答案 尤其最官方的就是 其实两个都很好 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 我跟你讲 告诉你 这个答案人就在敷衍你 因为基本上这个问题就问错了 这个问题就算为说 今天我身材有钱 我应该是投资股票 还是去买股董车 这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啊 如果今天你想要有一个 长期稳定的被动收入 买一支稳定的股票 然后不要去移动它 每一年配息 那当然买股票 如果你有很多闲钱 你又是看到古董车 放在家里面心情会很好 产生多巴胺 那你就买古董车好 对不对 所以器械跟自由重量 到底哪不好 当然是看你的目标 那依我这短短的 23年的重训经验告诉我 尤其月到后面 如果目标是肌肥大 CP只要高的话 我会认为器械 其实比自由重量好很多 当然如果你的目标是 要去发挥你的体能 去有很多很自由的动作 很多的活动度 不是针对某一条肌肉 挑战到极限的话 那自由重量 当然有很多的变化 问题是在操作自由重量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去很稳定的刺激到一条肌肉 甚至因为地吸引力的关系 你不能够去做到一些对的角度 举个例来说 像这一台 上胸 这台上胸呢 就能够很准的打到上胸 我们看到上胸的肌纤维 这是平胸 这是上胸 所以它不是平的 它应该是往斜上一点点走 有没有 左骨头在这边 最近比较不要 左骨看不到 OK 斜上一点点走 上胸嘛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做哑铃推的时候 你不可能拿一个哑铃从这个位置斜上上来 因为当你到这边的时候 地吸引力往下 你练到的是前三角 整段过程 你的重量的张力 对于目标肌肉都在改变 因此你要做 要么做一个上斜板 对不对 我们今天做一个上斜板 到这边 要用哑铃往上推上胸 但是很多人在推自由重量的哑铃上胸的时候 要么股骨会内卷 要么手会外开 下来的时候拉到平胸 要么往里面太近 上胸没有最长的延展 因此 这一台器械 就会是一个推上胸很好的器械啦 我们就请遵照人家发明的方式 两个手把 把它在最准的地方 走完最长的活动范围 到你推不动为止 相信我你的上胸就练到了 这两个手把 它已经告诉你 你要走哪一个平面 这个平面跟 这个平面 对不对 那上胸肯定是 这个平面 如果今天我是 这个平面 胸有没有练到 有 但是你看哦 往下延展胸肌到这边而已 没有更往外的伸残跟拉扯 反倒是前三角的拉扯 所以前三角 会比胸肌用到更多一些上胸 好不好 从这个为止 走到这边 OK 好 实握 不准虚握 尽量握宽 因为你握窄的话 你看到下来 看到我的脚关节没有 这样子就变成三头肌比较多了 没有 尽量握宽 拳头落在手肘的正上方 直的往下走 不要有公股内角 OK 推 往下 往下 延展 推 往下 往下 好吗 一直推到你觉得 推不动 OK 不是 这边推不动哦 是 这边推不动 你的胸肌 会达到最好的撕裂 但是纵使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被固定在一个器材里面 就算你今天握的是这里 也有些人会把手肘 放在不一样的奇怪的地方 随着自己身体的感觉 去操作 那样子有没有不对 没有不对 你只是为了要动的话 没有任何的不对 但是如果目标是极度的肌肥大 你要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用对的把手 在器械上面做到目标肌肉 绝对立即 好吗 这是为什么我很建议朋友 如果你在家里面 有home gym 有自由重量 你会练 very good 但如果你是一个新手的话 家里附近可以有个好的健身房 器材有很多 去找一个好的健身房 那会帮你 试 背 呃 试办公备 好吗 凯将你聊健身 今天聊到这边 下次再跟大家一起 聊健身 诶小兄弟 诶小兄弟 那怎么了 诶你胸练得不错 当然 你平常都练什么动作 平胸推啊 上胸推啊 斜板推 夹胸 都做几组 3到4组吧 差不多了 你有看其他网红的频道吗 当然啊 去看 诶大哥 诶大哥 你的胸好像练得不错诶 还可以啦 啊你平常都练什么动作 就平胸臥推跟上胸臥推啊 啊练几组 训练组就两组就够 啊你有没有看其他网红的频道 没有诶我只看凯教练 诶小兄弟 你的衣服在哪里买的啊 怎么那么好看 诶 问对人啊 我是XXX买的 带不带 那我可以也要黑五四吗 但是现在你也要黑了 然后一碗 那我刚刚才看着 里面有点有精神 这根充电台 不带你锅 嗯 低出 走吧 躲下 alumin 那我可以也要黑魯士嗎